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289章 功不可没 洪志皇帝的表情极为古怪 因为这奏书与其说是李善在给自己表功 顺便给中官和指挥和颜拍个砖之外 不如说 汉林修传欧阳之 贯彻兼臂青野 十万军民才得以入城得胜 达达军旋风而至 城中惶恐 欧阳修传号召坚守 锦州上下无不以欧阳修传马首实战 欧阳修传日夜寻成 达达百般手段用尽 无计可施 若无欧阳修传 锦州上下拒死已 臣歇许功劳 不及欧阳修传晚一 歇着便是各种绘声绘色讲述 欧阳修传是如何的临危不惧 如何胆识过人 如何使人钦佩 如何一次次力挽狂澜 服大杀于江青 又是如何坚守城池 绝不肯趁胜追击 更可贵的是 年轻的欧阳修传有大将之风 镇守锦州 使锦州坚如磐石 这欧阳修传亦如磐石一般 只会若定 最后 李善几乎用钦佩的口吻 臣月人无数 欧阳修传此等其人 未曾建议 此一人可抵十万精兵 臣能独活 臣奏捷报 其来欧阳修传活命之恩 欧阳修传可敬可悲 一口气看完这份捷报 洪志皇帝倒戏一口气 脸色越来越沉重了 这太不寻常了呀 以往编阵里的作报 除了吹嘘自己 当然偶尔会提及一下别人 可思这般往死里垮的 除非是自己的上官 虚仰人鼻息之外 实在不多见 你要说李善这个人高风亮节 那又不对 他可是狠狠抡起胳膊 一巴掌一巴掌 往那指挥和颜 还有中官王宝的脸上 啪啪的打 够狠啊 这奏报似乎透露出一个信息 欧阳志才是这一次首成的总指挥 不止如此 这一次首成欧阳志至关重要 只是单凭一人的奏报 实在有些云里雾里 欧阳志当真如这礼善所言们 洪志皇帝甚至在想 倘若是朕自己 亲临锦州那样的环境 能否凭借一个小小的修转 服众 能否得到全城军民的信赖 能否镇定自若 能否一次次的做出 最正确的选择 能否 马文生有些起了 小心翼翼地询问洪志皇帝 陛下 如何呀 洪志皇帝铁青着脸 没有回答 而是深深地看了方济凡一眼 这一眼看得方济凡心里发毛啊 就在此时 萧静匆匆而来 便说 陛下 冲冠 他还没继续说下去 洪志皇帝正式说 拿来 萧静的心顿时沉到谷底 果然 被人抢先了呀 该死 这王宝连送鸡奏都比人慢一分 不过萧静依旧面带笑容 小心翼翼地取了奏报 承送到狱前 这是中关王宝的奏报 皇帝并不傻 作为监听则明 在地方上 往往都有几套系统 有的来自厂卫 有的来自暗查室司 有的来自都指挥室司 任何事情 须相互印证即可 他漫不经心的样子 打开了王宝的奏报 王宝 倒是极聪明的 没有对和颜和李善 有态度微词 不过 又是欧阳之 洪志皇帝 瞳孔受缩 王宝乃是宦官 明显节操不太够 相比于李善的矜持 他完全到了 不要脸的地步了 洪志皇帝 认真看完奏书之后 沉吟了片刻 很久 直到第三封奏报传来 事实几乎已经完全清楚了 洪志皇帝 这才坐下 看着一个个紧张 看着他的大臣 洪志皇帝 抿了抿唇 才说 方济凡 见洪志皇帝 脸色凝重的样子 方济凡心里有些紧张 一颗心 像是悬得高高的 不会 真的 牺牲了吧 其实 牺牲倒也还好 至少是对得起自己 可 不会是投敌了吧 之后就真的 把自己脸都丢尽了呀 实在是被皇帝那一眼 看得令他琢磨不透啊 你叫了一个好门声啊 洪志皇帝感慨说着 方济凡心中乱七八糟的 只有默默无言 洪志皇帝 凝视着方济凡 说 请为何不言呢 方济凡有些尴尬 陛下 这是夸赞 还是讽刺啊 心里是真的发虚 因为在很多语境之下 你有一个好儿子 或者好门生之类的话 往往是带着讽刺的 方济凡又不是二 怎么可能随便解查啊 到时候领会错了意图 脸没了没关系 拓面自干 也不是啥事 别到时候还得一个 恬不知之的罪名 洪志皇帝不禁说 自是夸奖 方济凡顿时常常 输了一口气 我就说 好歹是自己的门生 怎么会去投敌呢 我们老方家 都是要脸的人 交出来的门生 那也是有操守的 方济凡 眼睛终于如 鱼过天晴般亮了起来 顿时觉得 自己底气也足了 欧阳志虽有些不成气 不过性子像沉 忠厚 上一辈子 方济凡就属于那种 化疗死的类型 只要他出现在群里 顿时世界变安静了 现在 似乎也一样啊 洪志皇帝 有点不想和他说话了 可随即 洪志皇帝说 此次打打围城 欧阳志兼臂亲也 厮守锦州 锦州十万军民 以他马首示战 在他的组织下 组建了一万多冠军 三万民夫 欧阳志功不可摸呀 他区区一个修转 仅能使锦州归心 使所有人都甘心 受他调解 这 足以证明 他的才能和胆识 说到此处 洪志皇帝 终于从镇经中 走脱出来 脸上带着几分 眉飞色舞 说 欧阳志 乃震之子龙也 浑身是大难 子 子龙 方积帆震惊了 赵子龙 这号人物 他自是知道的 甚至在他的脑海中 走马灯似的 浮现出三国演义 那英俊 潇洒 一身 银甲的英雄 形象 可然后 这个画面又迅速变为 欧阳志那等 相貌平庸 一脸呆滞 半天 崩不出一个 屁来的家伙 有点 怪怪的呀 方积帆忙说 陛下 慧眼如炬 臣钦佩不已 见其他人 尚处在震惊之中 洪志皇帝 朝萧敬使了个眼色 萧敬会议 将三份奏报 剧都传报下去 刘建先是看过 一脸的震惊 其实啊 他一直是欣赏欧阳志 说实话 若不是欧阳志 已娶妻 他家中有个幼女 还真希望 找欧阳志为序呢 毕竟 现在汉林院的年轻里 如欧阳志这般 稳重的人 已经不多见了 刘建喜欢欧阳志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刘建这样的人 放在后世 那就属于 胸口上两个袋子 袋子里 兜着一根铅笔的老干部 还指望他能看得上 寻常那些头发长长 油涂粉面的年轻人吗 不打死这些家伙 就算是刘老干部 脾气好了 似欧阳志这样 虽是年轻 却满是岁月痕迹 沉默寡言 从不努力表现自己 端茶地水 打杂无意不惊 从不乱说话 讲正直的年轻人 那真是老干部圈的 龟宝啊 广场舞大妈 眼中的香啵啵呀 属于那种送女儿 都得排队的对象 就比如方启帆这种 刘建觉得 这小子不错 聪明 给朝廷立了许多大功 是个仆裕 很有前途 可看着总感觉有点 碍眼 不舒服 现在这三份奏报 就仿佛印证了 刘建对欧阳志的印象一般 他眼中竟是雾气腾腾 十万居民啊 足足十万居民啊 锦州全城的百姓 竟来他而活命 此字后生可畏 真是不可夺得呀 刘建此时 真真是恨不得 欧阳志才是自己的儿子 亲的那种 他很舍不得 才将三份奏书 继续传阅下去 李东阳也震惊了 骇然说 新晋汉林年纪轻轻 竟能够独挡一面 陛下圣明 慧眼如绝 说着 竟也眉飞色舞起来 这样的年轻人 看着就舒服 现在竟觉得 欧阳志这三个字 听着都悦耳 你看 欧阳志 胸怀大志啊 朗朗上口啊 马文生笑着吕须 忠心一烈 与日月争光啊 这几乎是最高的评价了 马文生心中一块大石 也随此落地 红志皇帝 龙颜大跃 每一个人称赞欧阳志 都慎得他的心意 于是他欣喜地说 是啊 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一个书生 截然一身 却带着一份旨意 带着一份旨意 出走关外 竟能临危分歧 连篮百官 有几人可以做到啊 此乃士林典范 读书人的开模 一旁的萧静 一直憋着脸 其实他很想说一声 刘锦也跟着去了 那兼婢青野 东宫的刘锦 也是出国力 力过功劳的 虽说萧静 对刘锦的印象 未必很好 可毕竟是同道啊 这天大的功劳 却都被读书人 统统拦去了 有点不太甘心呢 可以想那刘锦 小静便觉得 牙痒痒痒的 这个蠢货 太年轻 啥都不懂 当然 努力归咎了一下 似乎 说白了 还是刘锦这家伙 聪明得太过了 许之聪明反被聪明误 所以人呢 还真不能太聪明 自以为自个儿 站进眼前的好处 可事事无常 小静想着 是不是 该提醒一下陛下 在锦州 还有刘锦 这么一号人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四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